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军队完成全面改革后 加强地面部队对现代电子战的理解 培养新型陆军战略指挥官 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7月11日报道 50多个单位约2000名官兵在5个地点参加演练 根据官方社交媒体账号透露 参加演练的部队 包括5个战区的航空兵 特种兵和电子战专家 陆军说 重庆市 安徽省 河北省 以及黄西壮族自治区四所军事院校 以及内蒙古驻日和训练基地同步启动演习 陆军通过社交媒体说 演习旨在模拟战场环境 解放军纪律委员会派出人员监督演习 并把演习实况录像 通步推送给相关微型部队 陆军在微信公众号上说 这些作战单位包括侦察部队 信息保障部队 电子对抗部队 侧战部队 以及陆军航空兵部队 报道称 陆军说 组建这些新型单位 是为了把陆军由传统作战力量 转变为现代化陆军 能够跟海军 空军以及新组间的火箭军 以及战略支援部队协同应对电子战 报道称 解放军的侯舌 解放军报6月15日 刊登一篇评论文章说 在这次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中 一批传统兵种部队被裁撤 一批老舰装备被淘汰 新型作战力量成规模增加 然而 训 练演习中 个别指挥员对新型作战力量研究不够 使用不当 有的用新型作战力量撑门眼 只凸热闹 不问取笑 有的把他们担担金油 好钢并没有用在刀刃上 还有的沉浸于传统作战方式 以致他们只能跑龙套 游离于体系之外孤军作战 军事专家宋忠平说 这些新型作战单位去年已就绪 但还没有接受过重大训练检验 宋忠平说 在现代战争中 电子战具有战略重要性 而许多新武器也需要电子设施支援 他还说 一旦中国的北斗微星导航系统组建完成 解放军的电子战力量必将提升 宋忠平说 尽管北斗系统 绝对会让解放军如虎牵翼 但没有所有的部队都能顺利掌握新战斗技能 才能发挥功效 上海正把学院国防政策专家和齐松教授说 北州的眼皮表明解放军在探索新型势力模式 为官兵进行现代化战斗做准备 他说 打电子战 全面 安全的网络必不可少 这就是为什么组建战略支援部队 制制部队不同的局种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支援作用 中国陆军是一支传统地面部队 从上世纪70年代末 到现在一直没有实战经验 这次组建这么多新型单位 要融合适应现代战争 确实需要时间 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在一次演练中提供技术支持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资料图片